漾字幕志愿者 李文雄 李文雄 水狗 夕阳依然红暗大地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我赶着怒怒在追我 手掌的声音伴着我 灿烂的在下在微笑 温暖我寂寞的心窝 指尖那背后的景物 你一次向我道再见 当夕阳剩下的时候 留下了一片片红香 让烟火加弛的光满 把我找不上回到可爱的家 夕阳迷人红了大地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我赶着怒怒在追我 手掌的声音伴着我 灿烂的在下在微笑 温暖我寂寞的心窝 指尖那背后的景物 你一次向我道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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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异曲同工之妙 很坚勻 好轻鬆 艾依哥好 关妳好 不好意思第三天 李懿君唱这种歌曲 聽起來也是這種名歌味道 就实在 因為我自己也很少唱這樣類型的歌 所以我唱就是這樣 沒有啦 要唱什麽就自然信守年來太厲害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但這個歌我覺得很輕鬆這樣子 一直在唱的關係 對 歌是可以越唱越好的 會進步 對啊 本身也要抵抵好 沒有啦 感謝啦 能夠唱這麽久 紅這麽多歌 那頂子當然是真功夫啊 開玩笑 一名沒學到一名 今天啦 我們這個已經到我們前 上我們節目 我們先來聊一些別的好不好 比較輕鬆 對啦 因為你的家庭大家都很輕鬆 不要再說家庭 對家庭不用說了 太幸福了 再說也沒意思了 不好意思啦 自己閉起來是 我不要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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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知道這個李懿君 經常到國外去演唱 對 而且你老公其實也挺忙的 對 你們有時間可以一起出國去玩嗎 很少 一年大概很難得一兩次吧 一次到兩次 就是純粹去玩 沒有說出國 那就純粹去玩 國內的話比較容易 譬如說國內 你可能不需要很多天嘛 然後有的時候一天兩天啊 都可以到這種 台北市的近郊啊 或者是台灣的這種名勝古蹟去玩 都可以 現在很多兒子都來家裡不住 有時候要在外面開房間 真的 你是錢這麼多嗎 不是啦 有的人在家裡 因為有時候會 你女兒 我女兒很喜歡住Hotel 為什麼 她就很喜歡去飯店住 她就覺得她要到每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去住 所以她其實 不管是出國也好 或者在台灣也好 她只要聽到說 對 今天要住在外面 她覺得很高興 家裡的太亂 不整理 不會嗎 我跟妳講 絕對是不可能 對 但是我女兒就很喜歡 她就喜歡去品嘗那種 跟著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很好耶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剛好完全相反 正床嗎 不是 她出去玩一玩了之後 就是睡覺時間 我要回八樓 睡覺的時候 她很喜歡在外面玩 出去玩都可以 可是她就睡覺時間到了 我要回八樓 她要回家了 要回她的房間睡了 你看 是是是 我女兒就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這樣帶小孩子出去玩的話 還蠻開心的 就是說你不用帶 不用給她看很多就對了 也是要帶 她不願床多好啊 也是要帶 譬如說她習慣了 有這個玩偶 睡覺要用 因為我女兒有一個玩具 一定要這樣一直弄鼻子 真的啊 對 小孩子怪必很多的 對 然後就是說什麼 一定要帶自己的小被子 然後帶奶瓶 然後奶粉 怎麼有那個小孩子那好命 這麼煩 你不知道 對啊 她現在帶少了 我出門連她的棉被枕頭都要帶耶 就小小的棉被 然後枕頭要帶兩個 對 一個靠著 一個躺著 我都給她先心理教育 我就跟她講說 現在我們要出去玩 就要隨遇而安 她就會問什麼叫隨遇而安 我說走到哪兒睡到哪兒 人家給你什麼配備 你就是要接受 這樣你才可以就是說 你才有那個 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去很多地方玩 可是你什麼時候開始跟她這樣講 現在的母親就是不一樣 大概三四歲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說 喔 原來是這樣 我就可以常常出去玩 她這樣講她都好 好玩了之後 晚上睡覺的可惜不好了 那我就跟她講 答應了媽媽 一定要做到 就是再給她灌輸一個 你要有信用的這樣的信念 就其實我覺得 這就是生活教育 對 所以看起來 你當這個媽媽還蠻成功的 我覺得你 就把她當朋友 不常陪她 可是你好像 就是跟她溝通的挺好的 對啊 很好啊 不代表不在就 就沒辦法跟她溝通 像阿關我就覺得 她也太寵愛她的女兒 太寵愛 不過其實現在 現在的家庭都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她女兒來的時候 會討厭嗎 因為總是要一段要吃一點苦 不然你會吃一點苦 拍完一下 好啦 今天不談女兒了 現在已經要講了 對 現在已經要講了 輸輸給我念 妳出國的時候 有碰到有沒有什麼 比較奇怪的一些 其實因為常常出國 其實說實在的 我每次到不同的國家去演唱 大部分我都不知道那個國家長什麼樣子 因為可能我到了 然後我就進飯店就休息 然後就是 也真的很少出去逛的時候 幹嘛 對 然後表演完呢 我可能第二天就坐飛機回家 因為有小孩 因為有小孩 對 就是純粹工作 因為有小孩想說趕快要回家 所以常常都不知道 我到了那個地方 到底長什麼樣子 但是有幾個國家是比較特別 像有一些這個 因為我才去印尼回來 那有一些印尼他們 我就聽他們講說 這種少數民族 你不要跟他拍照 為什麼 他覺得拍照是攝取他的靈魂 是不禮貌的 所以他覺得不行這樣子 現在不是像以前 我出個國 我們在比較西漢 現在已經親在乎 旅遊這個台也那麼多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現在其實我覺得出國就是 就是好像就是 每一個人其實在經濟能力許可 都會替自己去安排 就是出國然後去輕鬆一下 其實有時候到世界去看一看 就拓寬自己的事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其實在我們台灣 最近也很多地方有民宿 對 很多的民宿其實也蓋得 就像家庭一樣很溫馨 然後他一樣早上幫你準備早餐 對 然後有時候還有一些那個 他還可以帶你去 你要去吃海鮮 你要去哪裡玩 還有當地他們就可以開車 然後還可以帶你去 對 等於說你不用花太多時間摸索 然後可以 還可以玩得很盡興 有時候去外國還是去民宿走一走 睡一天 其實你會覺得 感覺還蠻好 多一些的休息 是為了要走更長的路 對 讓自己身心休息一下 好啦 再來 欣賞你的家庭 再來繼續 那我要唱一首就是 我每一次出國都很想唱的歌 抱著你的感覺 抱著你的感覺 抱著你老公啊 當然是我老公啊 抱著誰呢 抱著歌迷也可以 或者抱我女兒 對 我有時候出國啊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如果晚上睡覺 我一定會跟他抱抱 然後拍拍他 然後就是準備睡覺 是是是 所以呢 如果出國我就一個人睡 對不對 就會覺得 有一點點孤單的感覺 對 就想到這個歌 真的嗎 我覺得出去第一天會 第二天就有點 沒什麼感覺 第三天就好自由 就好開心 第四天就自己去逛起來了 我跟你相反 我是越來越想家 真的嗎 對 我大概只能五天 出國超過五天以後 我就會天天都想回家 媽媽 這實在是太好了 這帶到她 真的是 情勢修來 真的喔 那不是你啦 強義啦 難怪她女兒跟她是那麼好的朋友 好啦 我們就來欣賞這首 抱著你的感覺 抱著你的感覺